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穿堂煞 今天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穿堂煞的风水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家中有没有种 一 什么是穿堂煞 穿堂煞是由于房屋内部布局违背了风水学知识而形成的一种煞气 具体的来说 穿堂煞也就是门厅大门打开正对着任意居士空间的阳台或后门 一般指的是住宅正门与客厅阳台正对 或者房屋前窗和房屋后窗正对 而通向彼此的过道并没有遮蔽两边视野的隔断或障碍物 从而产生了无障碍的穿堂设计 导致其形成穿堂煞 就像咱们去酒店或者售楼部 入户大堂的门多数都是旋转门 目的是让气再次停留缓缓而入 由于现在的住宅特别讲究采光通风 所以有些户型会特意设计成南北或东西通透的空间结构 认为房屋更为明亮通透 利于更换新鲜空气 其实不然 这种穿堂设计正犯了风水学中的机会 并不利于住宅聚气聚才 二 穿堂煞的种类 风水中漏财的第一个禁忌就是穿堂煞 基本上一般人总是认为 穿堂煞可以区分为门对门、门对窗、窗对窗三种 只要是阳窄两边直接对外之气口 直接互相正对中间 又无不透光之物体阻隔 这就是穿堂煞气 其实穿堂煞的正确解读只有两种状况 一 是房间或空间之内的前后门直线相通 为之穿堂煞 二 现今因为有落地窗 所以大门直接面对落地窗 也列入穿堂煞的风水考虑之一 但是门对着窗户并不是穿堂煞 无需过度恐慌 三 穿堂煞的危害 从风水学角度来说 若要保证空间布局能具备好的住宅风水 那么对房屋的基本要求 则是能够保证居室具备藏风俱气的作用 这也就相当于要求房屋不能形成直通的空间布局 但是穿堂煞危害产生的原因之一 便是其空间结构特点 是门对门直通或窗与窗直通 从而导致难以藏风聚气的问题 容易导致气流刚从正门进入居室内 但是尚未停留于住宅中 与其他气流凝聚成更大的力量时 这股气流便从后门毫无障碍地流走了 倘若流入住宅的是财运、福运的话 那么具有这种穿堂煞的房屋格局的家庭 也无法将其收入家中 反而可能会导致破财、难以聚人气等问题 此外 穿堂煞还会造成住宅内的气场 处于一个极为不平衡的状态 导致家庭可能会发生血光之灾 或其他不祥的意外 而且气流容易散失的居室 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很难获取能量 因此 可能出现家庭成员不愿在家中 或导致夫妻生活破裂 家庭相处不容恰等问题 而且 当穿堂煞在不同空间内出现时 所产生的危害也不相同 接下来具体再为大家讲解一下 一 厨房穿堂 厨房是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常去的一个场所 那么倘若这里的磁场不好 或许会直接影响到居住者 或者使用厨房这个人的运势 厨房若出现风水问题 在整个住宅的风水当中 其实是最快发凶的 厨房穿堂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厨房风水当中的最大禁忌 穿堂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厨房 进入另外一个空间 比如我们可以从厨房直接走进客厅 或者卧室等等 而厨房穿堂这种显现 会直接影响整个家里的家运 比如新婚夫妇倘若新房的厨房穿堂 那么最严重的可能会发生交通意外 导致最严重的后果 厨房穿堂的重要风水表现 会使得居住者发生一些意外擦伤 意外摔跤等等一些意外事件 因此最好别让格局导致厨房穿堂 二 卧室穿堂 那么说完厨房穿堂之后 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区域 就是人们在一天当中 待的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卧室 那么卧室穿堂可以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的 卧室也是不能穿堂的 也是不允许破坏这个风水格局的 但是我们看了很多房子 几乎很多卧室 都可以直接穿过进入阳台 其实这里要纠正一下 倘若卧室跟阳台有一扇窗 或者一扇门 其实都是无妨的 没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这样属于两个不一样的空间 那么在这里大佬要说一下 虽然卧室穿堂 没有厨房穿堂来得那么严重 但是也会稍微影响到 居住者的磁场运势 所以提醒各位 谨慎对待卧室穿堂的风水格局 三 客厅穿堂 很多人都会觉得 在客厅通往阳台的那个区域 多了一扇门有点麻烦 因此都会选择拆除那扇门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客厅是交际之地 倘若你们想多开几扇门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倘若没有隔断 或者门窗的隔离 其实属于同一空间 这样就属于穿堂的风水现象 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居住者的家院 四 穿堂煞如何化解 一 中间摆放隔断 由于穿堂煞的空间格局 是门窗直通 因此在大门与后门 前窗与后窗之间 摆放一些障碍物 就具有很好的化解作用 能够避免气流快速流走 而无法聚集于住宅中 如屏风 二 安装不透光窗帘 阳台窗户处安装不透光的窗帘 能够避免光线直接与大门相对 从而缓解穿堂煞的危害性 三 设玄关 在入户门与阳台之间 合理的位置做玄关 最好是一个倒顶的收纳柜 这样既可以储存物品 也可以化煞 正对入户门的那一面 做成文化墙 背面做成收纳柜 如果入户门 在西方或者北方 东方 可以靠近文化墙的地方 安放一个水池鱼缸 起到纳财的作用 四 挂珠帘化解风水穿堂煞 如果有些住宅 由于格局问题不能用屏风化解穿堂煞 那么可以采用悬挂珠帘的方法来化解穿堂煞 但是悬挂珠帘的方法适用于门与窗 即门与门之间的穿堂煞 如果直接关上门 固然可以阻挡气流的运行 但也影响了家中的通风 悬挂珠帘既能减缓气流的速度 又能够保持通风换气 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 另外悬挂珠帘还美观 对房屋也有装饰的作用 穿堂煞户型是户型中煞气比较重的一种户型 因此大佬建议人们购买房屋时 应认真观察住宅是否出现穿堂煞户型 以免家庭生活遭受不好的风水困扰 虽然穿堂煞户型能够为住宅 营造一个明亮通透的生活空间 但是也得从风水角度 来综合衡量房屋户型是否得当 如果自家住宅已经是穿堂煞户型 建议及时采取上述的方法进行化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吓您的分享